烏克蘭東部頓內刺客 最近遭到猛烈空襲 那麼是哪一邊發動的 又有什麼樣的企圖呢 新華 確實 安琪觀眾朋友 其實烏東地區 頓內刺客跟魯干斯克 在過去烏克蘭 還是屬於蘇聯的時代 這裡是重要的 煤炭重工業的產區 而在這一次的烏二戰爭當中 當地本來是重工業 而且擁有很多煤炭的重症 現在根本人員流失 他們的冬天越來越難熬 越來越漫長了 我們帶你看到目前 頓內刺客 因為俄物戰爭的前線的關係 所以他們有57%的領土備戰 所以人員才會大量的流失 在當地整個幾乎一半的領土 都是陷入了戰火當中 而當地的州長就表示了 發電廠遭遇到砲襲被迫關閉 而俄羅斯打擊 他們關鍵的基礎設施 要讓民眾更難留在當地過冬 這是不是俄羅斯方面有這樣堅壁親野的意圖 甚至希望能夠把這個烏東地區 其中頓內刺客州 是不是可以未來就成為俄羅斯的繼承領土 所以祭出了類似如此激烈的戰術 而阿夫迪夫卡擁有全歐最大的焦炭廠 而俄羅斯是大規模的攻擊 試圖摧毀當地的基礎建設 而剛剛提到了 由於這裡的炮火 這一年 兩年來都是持續不停歇的 也導致當地的就業人口 不知道什麼時候和平才會到來 都無寧日的這樣的日子 導致有95%到98%的人口 都不在當地生活 而剩餘的平民數也不到千人 而當局也是力勸這些居民 如果要保密的話 真的還是要儘速撤離 安琪 確實對烏克蘭來說現在戰勢艱困 只不過日前傳出澤倫斯基 想要把一個總司令換掉 而現在進一步的發展是 據說那個總司令要擔任駐英國大使 那麼這後續又會帶來什麼影響呢 新華 確實在烏克蘭的官場 本來是總司令 現在變成代表國家的大使 但是在政治上面的意念 似乎就被視為是發佩邊疆了嗎 我們帶你看到先前 就是由於他們的軍售 傳出了重大的弊案 導致澤倫斯基政府的名義 還有士氣都有所下降 現在俄羅斯的防衛網 這個報導當中指出 武裝部隊的總司令 扎盧尼茲已經同意去擔任 駐英國大使了 但是外界也有傳出這位總司令 未來幾天可能就會被 責倫斯基來免職 不過雙方還在持續拉鋸當中 而烏克蘭如果把這個要職的官員 派去當國外的大使 就行頭讓他變相退休 也就是說在政治圈實質上 會不會就沒有影響力了呢 而先前這一些弊案傳出的時候 責倫斯基的民調 從96%的超高支持度下滑到88% 整體政府的信任度 也不斷的滑鐵爐 如果這位總司令遭到解職的話 現在還是有70%以上的民眾 認為其實這多多少少 還是會帶來負面效益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戰爭還在進行當中 正前換降會不會讓軍心不穩呢 還有損害到政府的聲譽 以及挫敗了烏軍的士氣了 那麼澤倫斯基也表示 由於現在他們的整體的執政內部 是呈現戰略分歧的態勢 官方非常希望能夠繼續傳遞 樂觀的消息 也期待歐盟還有美國繼續來援助 而總司令方面 他們說俄羅斯距離被擊敗還很遠 呼籲大家應該要重新思考 接下來的戰略應該要如何進行 安琪 即將滿兩年的烏克蘭戰爭 正當前線陷入僵局 基輔當局卻傳出可能仍是大地震 總統澤倫斯基接受意大利媒體訪問時透露 他不只有意撤換武裝部隊 總司令扎盧茲尼 甚至計畫進行更大的領導階層改組 稱國家需要重新啟動 則倫斯基表示這一系列調整並非針對個人 而是關乎國家高層的方向 要確保國家由堅信能戰勝俄羅斯的人領導 不過要換掉烏戰初期 成功阻止俄軍全面入侵 被視為國家英雄的札盧茲尼 不只讓西方盟友憂心 也震撼烏克蘭上下 甚至可能動搖前線士氣 則倫斯基和烏軍總司令的矛盾 在去年六月備受期待的反攻失敗以來 日漸加劇 秋天總司令坦承 戰爭陷入僵局 進入消耗階段 更引發則倫斯基不滿 現在烏軍人員和彈藥都缺 是否須進一步動員增加烏軍人數 兩人看法也分歧 則倫斯基去年底曾拒絕 軍方照50萬人的要求 不過前線士兵倒是認同總司令的看法 在這場不對稱戰爭 烏軍想要以寡其重 只能出起至勝 近來最成功的襲擊之一 就是利用海上無人艇 摧毀克里米亞半島附近的俄羅斯軍艦 執行這個任務的是烏克蘭國防部情報總局的精英單位 第十三群 外界無法證實俄羅斯軍艦是否被擊沉 但烏軍提供的影片顯示 在機槍掃射下 無人艇連同軍艦一同爆炸 烏克蘭幾乎沒有有效海軍 但透過這些可再爆裂物的無人艇 對俄軍黑海艦隊還是造成不小傷害 不過這些對莫斯克來說可能都不管痛癢 因為近來基辅內部爭鬥 以及美國共和黨人不願再援助烏克蘭 都是更大的好消息 這兩天俄羅斯官媒大幅關注的 是和美國前總統川普關係密切的 前福斯新聞主持人卡爾森 仍到了莫斯科 把他當作名人一樣 報道他去莫斯科大劇院 在飯店用餐 引發外界揣測 他是否將專訪俄羅斯總統普欣 如果卻有歧視 他將是烏戰期間 第一位訪問普欣的西方記者 眼看打了700多天的烏戰 依然看不到盡頭 烏克蘭對美國可能的川普第二任 開始戒備 擴大無人機等生產 因為美元恐就此斷吹 荷蘭國防部長則宣布 除了先前承諾的18架F-16戰鬥機 已經表決了 不過現在美國政黨可以說是兩黨分立 又適逢美國大選 到底過與不過 不只牽動烏克蘭 也會牽動台海的局勢 這個法案尚不清楚 到底各黨的態度是如何 而眾議院的議長強生 他是民主黨籍的 他已經強調 如果這個法案在眾院通過前 以胎死附中 他還是會繼續推動另外一項 原意排污的法案 主要的原因就是因為 現在適逢大選年 尤其在南部邊境的很多州長 很多城市 他們都認為 現在移民的問題越來越嚴重了 所以這個法案 其實當中也有包裹強化邊境 來阻止這些非法移民越界的部分 但是最主要的部分 有600億是針對烏克蘭的援助 其中有484億是支援軍事的 其次141億是針對以色列 可是現在有越來越多共和黨人 他們就以防堵這些移民為藉口 還有把這些移民的問題凸顯出來 要用非法移民的議題 來杯葛這項議案 而同時這項議案當中 相對金額比較小的 還有24億會用於鴻海衝突的部分 而100億是加薩烏克蘭平民的人道援助 而當中還有48億元 要來支持印太夥伴 而現在印太地區被視為是非常緊張的地區 就是兩岸就是包含台灣的部分了 而拜登另外一方面也有說 接下來還有19億會用於回填 美國庫存當中的送台武器 所以這總統就可以直接運用軍援 所以這個法案可以說是相當的重要 想掌握更多信息 請掃描我手邊的QR Code 內政部警政署165全民房 詐騙網周周公布詐騙來電排名 各大中小企業都有被冒名的風險 其實提倡